另外一些股份,究竟又可否继续升? 就是说体育用品股 因为看到昨天都计市炒高 好像只是特步破定 收市升了9% 理宁361度也升了大约5% 安踏和中国动向升超过2%至4% 其实如果看回今年来 这些股份累积升幅都不少 好像特步升了超过3倍 361度升了近3倍 安踏和李宁都有大约4成9%至7成半的升幅 其实现在流行说国潮当道 就是说内地的消费者就追捧一些国产品牌 尤其是这些体育用品股 部分好像变成了一个新兴的潮流 但是其实也说了股份累积升了不少 究竟没有货 现在这个时候追入风险高不高呢? 如果真是很幸运了 我真是低位买了的 那又是否要坐稳 还是怎样 还是要吃糊呢? 其实这个版本我想大家一向都是这样看的 看法上我想问10个 差不多10个都看得好 因为像你所说的 本身热务的复苏增长已经明显了 对比去年疫情之后 其实甚至去年疫情也不是特别差点的 算是选择得比较快的行业 而品牌上说 就像你所说的很受惠到就是国产的因素 而且部分例如李宁这些都慢慢变成了潮牌 所以是慢慢在股值上说 会有这些品牌日价是不断被这些股份的 所以为什么那个股价走来走去 比起可能很多板块或者是强的 其实也是可以说有得解释 但是当然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实际来说 你说无论你力安踏 你说便宜一定不是便宜的了 其实也不是便宜了很久的了 但是只不过股价还很强的 所以我想刚才想说的第一点就是 其实每一次都有观众问 买不买好呢 什么位置买呢 其实如果每一次都觉得高 其实每一次都买不到的了 所以我觉得唯一应对就是 逢可能有少许的回调 或者是少许整固 就分住去吸纳 甚至少许整个看乌板 刚才提到李宁安踏就好像升幅上 今年来说没那么多 反而三倍多 但是我觉得如果长线一点 其实李宁安踏的股价就是 比较平稳去上 虽然对这两只龙头 反而适合分住去中长线去吸纳 反而你说特步这些 可能二线一点就以短炒为主 我想其实过去不断都说了很多次 这个不同的策略 我自己的这个板块里面 是这样的选择 但是你无疑 我想未来 始终这个板块的看法 还是会比较强的 当然你说是否短期性股价升幅 还是这么多呢 这个就真的难说一点 但是就算我觉得 不是立即升得好 起码那个调整的压力 我觉得不是真的大得那么浇惯 唯一只不过是股价高 其实大家都说的 但是你说从政策 或者从其他方向来说 暂时又见不到 或者预期不到 会有太多负面的东西在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板块 是会看得正面的了 但是策略上说 特别如果李宁安踏这种 就是龙头的 都是分阶段 去到吸纳会比较好一些 就一直在说 会比较好一些 会比较好一些 是什么 这么一样 是什么 这个 你 能不能